在前几期视频里 我们用金宝微单轨连接飞斯数码后背和索尼微单 感受了罗敦斯德HR50镜头的优异性能 在中画幅数码摄影领域 能与罗敦斯德相提并论的 还有另外一个德国品牌斯奈德 全称斯奈德克罗兹纳赫 著名的滤镜品牌B加W就出自他家 为了满足高像素数码摄影的需求 斯奈德推出了Digita系列镜头 和罗敦斯德HR镜头最大的区别是光学设计 斯奈德坚持沿用双高湿解构 这种设计最大的优点是几乎零激变 最大缺点是在前兆式CMOS后背 和有微透镜的CCD后背上 会有更明显的红移 因为这类镜头后组镜片离传感机太近 出色光太斜 尤其是在移轴的时候 无法很好的照射镜为画面边缘的像素 来张表格回纳一下 这是一支斯奈德APO Digital 60毫米F5.6XL镜头 这是他的官方指标 全相场视角约90度 远着高达120毫米的巨大相场 足以覆盖6成9厘米画幅 因此用在当下最大尺寸的数码5倍时 依然可以任性的移轴接偏 根本不用担心相场不服 为了充分发挥它的移轴量 我们使用了一台金宝 WRS5000 WRS5000是这个系列的旗舰型号 提供全系列最大的移轴量 后组左右各23毫米 后组向上17毫米 或者后组向下27毫米 有人会问后组有必要移这么多吗 看了这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经过优化的移轴机构 操作手感更好 后背依然是Face IQ 3100 根据前面这张归纳表 可以预见会有较明显的红移 那我们看看实态表现 来到北外摊 旋转后背准备速度 后组向下移转20毫米 60毫米镜头用着IQ 3100的后背 约合135系统的39毫米镜头 可以看到天空部分有明显红移 这是它的白板文件 我们给它做LCC 现在色彩正常了 检查焦点 左侧很锐利 右侧却失焦了 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支金宝W1S卡托的 Snet 6.XL 有双向振付5度的抚养机构 因此使用前一定要仔细检查 常规拍摄时 确保机构都在临位 只有完全归零 才能得到全面锐利的图像 来看这张 做完LCC 关闭暗角武藏后 蓝天出现了迷人的渐变 类似于我们前期加渐变灰滤镜 或者后期拉渐变压暗的效果 这种暗角你们喜欢吗 剪弹幕告知 检查焦点 没问题 好啦可以放心拍摄啦 我们完整示范一遍拍摄流程 打开进阶快门 打开设置取景 走个图 检查焦点 看一下脂肪图 看一下脂肪图 脂肪图 这次做过LCC厚的效果 天色键碗,夜景拍摆板耗时部分,因此我们提前进行 只要移轴量一致,后期就能套用 先向下移轴20毫米,在左右各10毫米接偏 黄金时刻到了,开门5秒,光圈5.6全开 因此画面边缘相质略软 我们在Capture One里书个移动参数,适度补偿边角锐度 进PS接片,看看细节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那所上海提供全套器材 我到这一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